在开始前,我们先思考一下什么是平衡 过去我们学到许多自然现象都有着平衡的概念 例如,当两个温度不同的物体相互接触后,会达到热平衡 此时能量会由高温的物质流向低温的物质 直到两者温度相同 这样的现象我们称为热平衡 另外我们也学过 在可逆反应中,当正反应与逆反应的速率相同时 即达到化学平衡 很久以前,古人就有着平衡的概念 因此提出了阴阳五行理论 这些理论总有两个以上的因子互相制衡 例如,水火、阴阳 这单元我们要介绍溶解平衡 同学可以想一想 在溶解平衡中,会是哪些因子彼此互相制衡呢? 首先我们复习一下,当离子化合物进入水溶液后会发生什么事 以熟悉的氯化钠举例 氯化钠在固态时,阴阳离子会以稳定排列的方式相互吸引 当氯化钠固体进入水中 由于水分子的高级性 会将原本借由酷伦静电力相互吸引的钠离子与氯离子分开 并被水分子包覆起来 水分子中,带有负电的氧原子吸引着钠离子 带有正电的氢原子则吸引着氯离子 当晶体中的离子都被水分子完全包围住后 会发现氯化钠固体都消失不见了 此时,阴阳离子会均匀地散布在整杯溶液当中 这样的现象我们称为溶解 但如果持续加入更多的氯化钠固体 被水分子包覆住的钠离子与氯离子也就越来越多 而营阳离子间相互碰撞并结合的几率也越来越高 也就是,钠离子与氯离子又有机会变回原本的固体状态 从溶液中沉淀出来 当离子浓度高到超过水分子能够包覆的极限时 便会再度形成固体 这样的现象我们称为吸出或结晶 另外,钠离子与氯离子除了会因为相互碰撞而结合成固体外 在水中不停移动的离子也可能会因为撞到已经吸出的溶殖固体表面 进而发生沉淀 我们用有些枯燥但重要的科学讲法来描述这两个自然现象 溶解指的是溶殖粒子离开其表面进入溶剂中的过程 在前面的粒子中 溶化钠即是溶殖 而水即为溶剂 吸出或结晶 指的是溶液中的溶殖粒子 在自由移动的过程中相互结合 或是撞到溶殖固体表面而附着吸出的过程 由定义不难发现 溶解与吸出是两种相反的自然现象 而且彼此互相抗衡 溶解时溶剂会包覆住溶殖 吸出时溶殖又会逃离溶剂的包覆 就像前面提的平衡概念 当这两种现象发生的速率相等时 溶液中离子浓度即会保持定值 虽然聚观上看起来整杯溶液没有任何变化 但围观上来说 溶解与吸出两种反应持续不断进行着 达到动态平衡 这样的现象我们称为溶解平衡 接着我们开始学习如何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这样的化学现象 数学是一种可以用来解决科学问题的工具 在同学们学了那么多数学知识后 现在可以来大展身手咯 首先介绍溶解度的定义 定温下饱和溶液的浓度便称为溶解度 我们常用每100克溶剂可溶解的溶质质量来表示溶解度 例如在30度C时100克的水可溶47克食盐 溶解度可以表示为47克食盐每100克水 此外溶解度也可以用体积木耳浓度来进行表示 也就是每一公升饱和溶液中所溶解的溶质木耳数 不同溶值因为性质不同 在同一溶剂中的溶解度也不尽相同 可简单将溶值依照溶解度大小分类如下 当溶值溶解度大于10的-1次方M时 称该溶值为可溶性溶值 溶解度介于10的-1次方与10的-4次方M时 称为为溶性溶值 当溶值溶解度小于10的-4次方M时 则称为难溶性溶值 在之前的影片中我们学到 可逆反应的平衡常数定义为K 对难溶性眼类而言 我们将溶解平衡常数定义为画面中的符号 此常数又称为溶度基常数 那该如何表示呢 以画面中这种难溶性眼类为例 在水中会产生带N价正电荷的A氧离子 与带N价负电荷的B氧离子 其溶解平衡反应是如画面 其中氧离子的系数为N 氧离子的系数为N 此系统的溶解平衡常数 可表示为溶液中氧离子浓度的M次方 乘上氧离子浓度的N次方 这样的表示法与平衡常数的概念完全相同 这是因为固态南溶岩的浓度为定值 所以不列入平衡常数表示法中 我们归纳几种常见南溶岩的溶度基常数表示方式 第一种类型 由画面的反应式 可看出解离后的阴阳离子系数皆为1 其溶度基常数如画面 常见的例子有 滤化银、硫酸背 第二种类型 有反应式可看出解离后的阴阳离子 系数为1、2、或2、1 其溶度基常数如画面 常见的例子有 滤化钳、各酸银及滤化芽拱 第三种类型 有反应式可看出解离后的阴阳离子 系数为1、3、或3、1 其溶度基常数如画面 常见的例子有 氢氧化铝及磷酸银 第四种类型 有反应式可看出解离后的阴阳离子 系数为2、3、或3、2 其溶度基常数如画面 常见的例子有 磷酸钙 有一种比较特别的眼类 要请同学注意 那就是滤化芽拱 你可能会因为化学试 而误以为滤化芽拱 会解离出两个芽拱离子 和两个氯离子 但由于两个芽拱离子 喜欢结合一起 因此 当滤化芽拱解离时 会形成一个带正二架的氧离子团 以及两个氯因离子 这边要特别小心 同学不要写错哦 最后 来探讨溶解度与溶度基的关系 若某个离子化合物在水中溶解 其反应是如画面 以知离子化合物的溶解度为S 由其解离后的因 阳离子系数为N和N 可得到溶液中阳离子浓度为NS 因离子浓度为NS 达平衡后的溶度基常数 可表示如画面所示 将阴阳离子浓度带入 即可得到溶度基常数 与溶解度S的关系是 溶解度与溶度基常数的关系 依照各类型可分别表示为画面表格 可以发现 只要知道岩类的溶度基常数 就可推算岩类在水中的溶解度 这是不是很神奇呢 来练习一下吧 再考考你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回忆一下 今天溶度基常数的计算 是否又像当初学平衡常数时 吓到了你 再次强调 数学只是一种工具 在科学上的应用才是重点 你认为 溶度基可以帮助化学家 理解什么化学现象呢 如果多种氰离子同时存在于溶液中 是否可以利用计算之道 当滴入特定氧离子时 是哪种盐类会先沉淀呢 动手查查南溶性盐类 在化学上的实力与应用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哟